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味饮食 养生道 出茶淡放 菜根香 五谷杂粮 谁无病 长染患疾 失健康 延医治疗 痛减症 不尽喜敌 不嫌脏 柔顺平静 色融合 清安定病 体修养 念旨悬挂 师徒愁 父母再由病友方 酒色远离 神器与异合 家中树勿邦 尽心竭力 修缩老 由母至保 福气响 人孝顺护母者 必不在事业奔波忙 人子晨欢笑口开 言不护春心恩常 世间醉悟为孝子 加上孝道 家道强 在这个苦难当中 徒儿们更要自立自强 更要有一颗坚定的心 对道的坚定不移 才能够去化解 有困难才能迎刃而解 徒儿们不可以有稍微松懈 修行虽然苦 但是懈怠更为苦 修行这一辈子容易去做 会走到永恒的快乐 你如果懈怠 偷懒 安逸的享受这一生 可是受苦不知要有多久啊 所以徒儿们千万不要以为修行苦 其实懈怠更要苦啊 好 我们接下刑警词 气功活佛 慈悲主语 懈怠呢 是因为你缺乏执行力 不能马上行动 所以徒儿们要对自己按一下Enter 键去执行 想就马上去做 不要再延误了 你这一延误 也许就错过了很多的机会 你错过一个机会呢 后面的机会就会一个一个的错过 你把握一个机会 后面的机会会一个个接踵而来 所以徒儿呀 给自己一个肯定 给自己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朝这个目标好好的去发挥 生命的意义就是贡献所知所能 贡献你的才能为大众服务 展现你的能力为道场付出 否则你空有才能 不是一种浪费吗 人生不就是这么的短暂 真实的生命是丰富的 是得力的 是喜乐的 是茁壮的 这得靠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迈向自我的肯定 立身行道 怎么安住你这个心呢 求道 修道 那你心安了吗 面对死亡恐惧吗 你心安了 怎么还对死亡恐惧呢 那就表示你的心还没安呢 平常看不出你是否害怕 一副很悠然的样子 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的心是恐惧的 还是欣然接受呢 我们苦难的人生 要靠自己解套 苦得自己去了 自己的命要自己救 别人只能给你指引 引导你走向正途 但是并不能替你聊苦 受苦也是一种功夫 你从苦中去参悟真理 苦到了极点 心灵平静下来 智慧就生出来了 否则太喜悦了 太嗨 忘记自己是谁了 你记得自己是谁吗 所以 虽贫要知足而不苦 能够安分守分 虽失忆而不苦 这苦有没有写在脸上 这苦是不是写在脸上 把苦字画在一个圆圈里 所以人一生下来就苦 当然有苦也有乐 但是苦多于乐 徒儿们要去把苦化为乐 在苦中作乐 修行 在苦中修炼自己 逆境才显出毅力 才显出肯定 信心 成长 力量 徒儿们都能明理 让自己去圆满自己的人生 在这一生中无怨无悔 不要让自己在这一生中有所遗憾 徒儿啊 要能够提起放下 能够进 能够退 才能参悟道的境界啊 人生转个弯 僵势不一样 别把自己困在死角 心要放得下 立愿就要了愿 修天道 由人道做起啊 在家孝顺父母 作为一个孝子 要具备五轮八德 不是说你买东西给父母 就是孝顺啊 要有沉静的心 恭敬的心 在家好好孝顺父母 好好的修道办道 父母亲还没求道的 亲朋好友还没求道的 赶紧度他们 否则将来你自己去天堂 父母在下面受苦 你于心何忍呢 要想办道 慢慢的要齐家 家不起怎么治国呢 修养自己 修身养性改变自己 否则你去度人 你修道前 修道前跟修道后都一模一样 那你怎么告诉人家这个道好 道可贵呢 求道人要展现道的气质 把道气呈现出来 这样才是把道 例行于日常生活中 不是只是在嘴巴上讲讲道 而是日常生活中处处皆是道 皆有道 不要去求远的 不要去追求太遥远的 道就在身边而已 新的学习的部分 来 我们邀请丽萍 寄功伯伯慈悲足语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圆满 因为有不圆满 所以会有坑坑洞洞 这坑坑洞洞纠结在一起就会互相摩擦 这互相摩擦就产生什么 火花 一产生火花呢 就出现了什么啊 这火花呢 有大有小啦 这火花大呢 这个冲击就大了 火花小 这冲击就小小的啦 同好努力给自己机会 年轻人就是本钱 更要珍惜努力 别落后 虽然默默无语 自己努力 要再更近一层楼 不能只是这样而已 不可以只是如此 还要更积极 这个地方呢 佛老师给我们慈悲说 大家都在修 那所以难免都会有不圆满的地方 这个不圆满就像坑坑洞洞 就是因为有不圆满 有坑坑洞洞 所以我们要互相信 那也就是因为有坑坑洞洞 所以会有互相的摩擦 那摩擦呢 也未必是不好啦 会擦出火花 那这个火花有大有小 代表冲击就有大有小 那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有的火花会擦出好的 不打不相识嘛 大家要变成很好的同修共伴 所以呢 要我们好好努力 要给自己机会 当年轻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本钱 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 那然后呢 从这个珍惜当中要更上一层楼 不能只是这样而已 要更积极 好 我们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树珠杰 气功活活慈悲族女 人生中有很多措手不及 我们要懂得通全答辨 活泼玲珑 不要脑筋死死的 人是活的 不要让脑筋死 这样给自己制造困难 烦恼问题 然后痛苦的是谁 是自己 我们无恋无悔的人生才是圆满的人生 好 这个地方呢 告诉我们 人生总是会有很多 受所不及的事情 突如其来的 原本好端端的 突然就病倒了 这个也有 那所以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要很小心 很谨慎 也要懂得通全答辨 也要懂得勃泼玲珑 不要死脑筋 这个要给自己 多一点 让自己呢 有通全答辨 活泼玲珑 这样子的一种锻炼 当然 有些时候 困难啊 挫折啦 烦恼啦 问题都自己造成的啦 那最后呢 痛苦的也是自己 所以应该要了悟啊 要学习更多 要修道 培养智慧 这样子才能慢慢的 跳出自己的框框 人生才会越来越圆满 好 接下来是 护母 这个的底讯 一开始呢 我们看到佛博老师 给我们批了一个正谈讯 好 我们请美勋 气功活活持续 见贤肃然起敬 态度随之而转 功签之心 二六十千诗其 家言义行 以实践 道德学问 调谣 文以再道 离之所修 道之所语 做一个修行者 最佳典幻 见贤施其 肃然起敬 这个是 季工老师一开始 跟我们起洗的 那 当我们看到 贤德之人在眼前 我们应该要肃然起敬 然后态度呢 一定要展现那份恭敬 叫做功签之心 而且呢 修行呢 是在二六 二六之间 二六就是十二十成 分分秒秒 所以二六十中 前师起 时时刻刻都要去想着 能够跟这些贤德之人 并驾取去 像他们一样 学习他们的家言义行 就是讲的一些美好的道理 那我们要把它实践 因为道德学问 这个要靠自己下功夫 这个调谣呢 在遥远的深远处 就是道德学问 是非常的深远的 要靠自己下功夫的 那 所以文以再道 但是做学问呢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 弘扬这个真理 这个道 要不然 学会了很多 学习了很多 且偏离的道德 不了解这个道的真意 那就没办法做文以再道 所以 理之所修 道之所以 所以 修道 以理做基础 然后呢 让自己能够越来越 跟道相契合 做一个修行者的最佳典范 好 我们接下来邀请我们美心 提供佛佛慈讯 摆善孝为先 在家侍奉父母 犹以色难 小心自己一切连行之态 深爱父母者 必有何忌 于色融合 父母再不延老 图真不安 这边呢 佛佛老师给我们慈悲 百善孝为先 在家呢 就是要把孝道做好 在家侍奉父母 这个态度一定要 非常的合跃 色难指的是态度 尤其父母之间 亲子之间 要能够孝顺 顺就是柔顺 对父母不管再怎么严厉 我们都不可以 跟父母有任何对立 或是不好的颜色 所以这个 游以色难 讲的就是那一份态度 恭敬 那一份柔顺 小心自己一切连行之态 那在家 对父母亲 要很小心自己的连行之态 那这种连行之态 就代表是 对父母亲的态度 各方面种种 深爱父母者 必有何趣 所以这个态度一定是 和和气气的 而且 遗色融合 就是态度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忠容 非常的平和 这个应该是 作为一个孝子 那个态度展现出来 就是要这样子 对父母亲不管 反正父母亲再怎么严厉 我们都应该要 和颜悦设的意思 那父母在不严老 当父母还在的时候 不要讲说 哎呀自己老了 父母都还在 老人家还在 不严老 你如果讲了 会图真不安 会让父母亲的心 感到不安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 攻读的是 佛老师给我们 批了一首圣歌 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 好 我们来请陆老师 激光佛佛慈讯 前途道心与日真 明以后法喜充满 去开创心理成悲 但考验阻碍前方有着一切 要走这般最苦的岁月 徒的心那么脆 一碰就会碎 这今得起风吹雨雪 到场牺牲奉献 累 无人了解 心中些许淡淡的怨对 长眼修道受罪 委屈道千回 寂寞列向 涓滴流水 付出的心血 绝不会白费 莫要说修道 你感觉到疲惫 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 在这落叶纷飞的季节 涂得快乐伤悲 愿能打开心结 讲师再陪你走一回 让师 谢谢 好的 这首歌的词意真的非常好 代表我们佛老师 对徒的那一份心 那一份情 贤途道心已日增 这个是老师所期盼的 明理后 法喜充满 修道就是要越修越快乐 去开创 心里尘悲 不要守在一方 要懂得开创 开创不只在国内 也可以到国外 但考验阻碍 前方有这一切 虽然要开创 是修道的过程 但只要往前开创 一定会有一些困难挫折的锻炼 这叫做锻炼 要走这段最苦的岁月 这种锻炼的过程 一定是很辛苦的 佛老师说 要走这一段最苦的岁月 才能有所成 徒的心那么脆 一碰就会碎 其实 就算徒 这些徒文们 真的是这样子 心那么碎 那么容易一碰就碎 但是老师也会跟着心碎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强一点 要敬得起风吹以雪 道场牺牲奉献类 无人了解 真的有时候 我们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 一定要想起 我们的老师 生担三朝重任 我们老师的牺牲奉献 那一种承担更大更多 所以我们不敢言泪 上面的前弦 前人辈都没有人说泪 我们说泪不行 所以心中薛喜淡淡的厌对 所以当我们受苦受虐的时候 心中难免会有这种 叫做一点点淡淡的那一种厌对 可是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画掉 常言修道受罪 委屈道千回 这个时候不妨唱唱老师这首歌 老师说 修道受罪 委屈千回 这是一定会有的 因为那是锻炼 锻炼到你寂寞累 向尖逼流水 有时候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夜晚 流着眼泪这样子 付出的心血 结果会百会 这个时候老师鼓励我们 只要我们真心付出 上天结对不会亏待我们 结对不会百会 莫要说修道 已感结到疲惫 千万不要这样讲 前嫌都没有说疲惫 那些付出比我们更多的人 都没有说疲惫 我们说疲惫 我们说受累受不了 那这就不应该了 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 包括老师这样想 这样问 那当然要想起老师咯 在这落叶纷飞的季节 秋天到了 秋收 徒的快乐 上飞 燕能打开心结 佛老师的心中 都是读得快乐与伤悲 因为都牵挂着每个徒儿 所以要我们打开心结 能够快乐 不要有伤悲 让师再陪你走亦飞 这一首圣歌 不然能不能找得到 如果可以 也把它找出来 放在我们的群柱 让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回味一下 这一首圣歌 一定很棒 好 接下来是佛老师 给我们的慈悲主语 来 我们邀请文殊 不佛老师 学到要从最基础的学习 学什么 佛归礼节 佛归礼节 不学佛归礼节 就不知道尊师重道 尊敬前贤 那前贤 后学来 写一下 徒儿们现在都有可能 去度化人 那里引进人 你就是前贤 虽然你当前贤 但是你依然还是后学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还有你的前贤 所以前贤后学 后学前贤 重难你今天成就一番 办了一番到五 或是你今天才能锁及 比别人做的都还要好 比你的后学做的还要好 也或许你比你的前贤 做的还要好 佛老师跟我们谈到前贤后学 但是一开始跟我们讲说 学到要从佛归礼节开始 要先有一个规换 开始耶稣自己 让自己呢 慢慢的变成彬彬有礼 这样 然后要懂得尊师重道 懂得尊敬前贤 另外呢 慢慢的我们会去度人 我们就变成人家的前贤 那我们的上面有我们的前贤 下面呢 也有我们的前贤 我们要把引渡的人都当我们的前贤 虽然我们是后学 然后呢 前贤后学呢 要互相提息 要让这个后学比前贤还要好 但是做事呢 我们要比我们的后学做的还要多 还要好 希望将来的成就呢 后学能够比前贤更好 好我们来 邀请写琴 既恭和佛慈悲足语 但是你依然还是一个后学 因为你的前面都还有前贤 所以千万不要就把自己当作前贤了 若如此必然 生出 共告我之心 那这前贤后学要做什么 譬如说你现在是个前贤好了 因为你有引进后学 可是你前面还有前贤 那你要做什么 成上起下 成上起下 对于后学 你要做什么 起下 对你的前贤呢 成上 好的 那身为后学的人 一定要尊敬前贤 那千万不要呢 因为我们度了一些人 大雾半开了 就开始了 认为自己就是前贤 那个就是供高的心就起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那一份恭敬心 每一个人都可能将来成佛 就像长不清菩萨 把每一个众生都当佛来领敬 那我们呢 在道场呢 佛贵礼节里头 成上起下很重要 我们的上面前贤叫做成上 我们的下面 我们所引渡的这些后学 叫做起下 成上起下 我们就变成了桥梁 好 我们接下来请隶属讲师 记公佛或慈悲主语 所以你对前贤必须要有一颗敬重之心 纵然他也许才能不如你 不如你做的还要管分 不如你度人度得多 讲道讲得好 但是他在道场也单半比你久 所做的事是你看不到的 所以没看见的 但是就不能因此而抹灭他 也许人家是默默耕耘 默默的在付出 而你只是遇到时机展现你的才能 但不可因此就以为高人一等 好 所以佛老师勉励我们要有那颗敬重的心 对每一个人 都要笑话藏不清菩萨那样 对每个人都要有敬重的心 尤其在道法当中 对前贤一定要有那份敬重心 你敬重前贤 下面人才会来敬重 那不然我们度了很多人 道也讲得很好 可是我们在道场呢 人家说不定也是一样 做的比我们多 道理也是讲得很好 所以彼此要互相敬重 而且最好我们能够谦卑一点 不要认为自己都比别人好 然后就没看见别人的才华能力 那有很多呢 别人默默的付出 我们就不会去在意 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要看得到 人家默默的付出 默默的耕耘那一份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好的 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好